我居然有自己的工作室 大家好 歡迎回到邦哈利的頻道 我是Steven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我的工作室 對 沒錯 我就好有工作室 這集影片應該可以算是記錄 我人生中一個小小的里程碑吧 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我過完新年之後 隔了這麼久 基本上我看好像有些人 過完新年可能一兩天三四天就開始拍影片 那為什麼我會隔了那麼久 將近要兩個禮拜 才會開始恢復影片的更新 主要是就是在搞這間工作室 那為什麼我會突然想要搞工作室呢 其實這個想法是在過年情節冒出來的 因為我除了拍影片之外 我還有做一些其他的接Case的工作 那剛好那邊的業務發展很不錯 然後有些客戶會需要面對面談 然後我其實也蠻需要一個有自己的剪片空間 因為其實不管是在韓國還是在台灣 其實我都是在家裡剪片 尤其是在台灣 有父母在的時候 不能說會起衝突 可是你就會覺得就不是很舒服 對我這種已經十幾年一個人在外面生活的人來講 我其實真的是蠻需要自己的空間 應該說是蠻需要有一個自己專心工作的空間 所以在新年期間呢 我一冒出這個想法 我就開始去執行了 從我開始想要有一個工作室 到真正把整個工作室建立起來 其實只花了三天的時間 那後面有一段時間呢 就是在主電腦跟調適設備 因為畢竟你是做影像方面工作的話 電腦設備你基本上需要一兩天時間的調適 尤其如果你是自己DIY組裝的 搞了那麼多天總算 工作室可以算是初上軌道 基本上來講 我現在就可以專心去做我影像方面的工作 也不用再去管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趁今天這個影片 我來帶大家來看看 平時我工作的一個地方 雖然說是工作室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因為平時大部分的工作我都是單人作業 那有時候需要雙人作業的時候 我就會請他也不能算是助理 他也是接案子的 就是我把case丟給他 然後他報個價錢給我 那他那邊完成之後 把case丟回來我再付錢給他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呢 其實我都是只有一個人作業 偶爾非常少會需要到兩個人 所以我的工作間呢 這邊這個角落看起來是還蠻乾淨的 不過相機的後面呢 就有一點點亂 所以我就先給大家看這個角落 不過空間基本上 只夠三個人的空間 差不多就是2.5平 三平的這個大小 但是在尋找辦公室的過程之中呢 我發現台灣的共享辦公室這個概念 其實算是走在蠻前面的 因為在韓國 在韓國我沒有去租過辦公室 因為在韓國我都是給人家打工啊上班 沒有想過要自己去租一間辦公室 但是我回到台灣來 在尋找辦公室的過程中 我發現這種共享辦公室的概念 在台灣其實是發展的非常非常的成熟 熟韓國人會知道他們各行各業 基本上都一定有一個最大財閥 比如說像是建設有好幾家建設公司 可是事實上背後的母集團 全部都是三星 然後再來像是麵包啦 他們麵包最多間聯手店就是PB 然後藥妝店呢就是Olivian 基本上Olivian也是由三星家族裡面的成員所控制的 韓國呢基本上各行各業都是由財閥所控制的 辦公室這一塊呢雖然他們最流行的一個品牌 雖然不是韓國自己的 可是如果大家平時有到光華門或者是到江南 就是商業區比較多的那種新蓋辦公大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會很常看到一個牌子叫做WeWork 它好像是從美國來的 雖然說它不是韓國的品牌 但是它是在韓國佔有份額最大的一個共享辦公室的品牌 那回到台灣來呢我發現欸就我比較看不到WeWork這個牌子 但台灣的共享辦公室的牌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啊我就是經過了幾天的到處走訪呢 後來我就挑了我現在的這一間空間不會太大 然後呢價錢也非常合理最主要的是它每天呢還有阿易幫你打掃 那既然是做影像方面的工作呢 電腦方面的配備一定是不能抬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這邊呢配了一個 32吋的大螢幕 然後呢電腦呢我配了三台 顯示卡呢我拿了六張3080 然後我的使用的軟體呢是達芬奇的軟體 因為我前面其實是使用Premier 但我發現因為我拍攝的素材啊我是使用A7S3來拍的 那拍出來的素材我都是使用422 10bit 然後4K60對 現在手機版的U2啊也可以開放到4K 雖然說大部分的手機的解析度並沒有到4K 可是我自己試過調到4K之後 其實影片會是更加的立體 當然你可能網路速度要夠快 但因為基本上我從升級到A7S3之後 後面所有的影片我全部都是進到4K 60fps 所以大家現在在看影片的同時呢 就可以去調一下解析度把它調到4K 60fps 相信我就算是在你手機上面看了 你也可以感覺的出來 相機升級之後那種解析力跟之前的畫面的差別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工作室呢應該也會成為就是我之後啊 拍一點點開箱的地方 那這個影片呢就是簡單的帶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小小的一個個人的工作室 然後也真的要在這邊感謝支持我的大家 沒有大家的支持我應該是沒有辦法走到這一步 所以就是真的跟你們講說謝謝 那在新的一年裡面呢我也會更加努力 拍出更多主題更豐富跟更好看的影片給大家 也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嫌棄 好啦那今天這集影片就先這樣 我們下集再見囉